AO了世紀TT的不新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以上不利地點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RTT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哥德仁 是MBL選擇的文明 那哥德仁特色呢 吃野生動物熟 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像吃野豬啊 斑馬路啊 都可以吃很久 那哥德仁呢 他的步兵單位折扣是一面最多的文明 所以他很適合打步兵爆 那哥德仁呢 他的攻兵路線其實是全滿的 這個三級射跟三級的攻兵鎧甲 但是他的奴兵呢 只有奴兵並沒有強奴 而且馬攻部分沒有拇指環跟安琴人戰術 雖然有三攻三防 但是戰毛兵也是可以用 還有火槍 那哥德仁呢 後期有大漏馬重裝騎士 而且只有一個三級馬鎧沒有 所以他的騎兵路線 其實跟波蘭斯一樣的 這個擁有重裝騎士跟大漏馬的文明 那哥德仁呢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步兵路線 後期再加上這個井噴之後呢 步兵的製造速度非常快速 可以遠遠不絕噴出來 但是如果需要用到這個科技時候 自己的基礎精細也要好 才有可能噴出大量步兵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這邊是HERA 選擇了不列電人 不列電人 不列電人特色呢 是他城鎮中間的木頭是半價的 所以他在上城堡時代時候 直接該TC噴是非常快的 而且他前期呢 吃這些綿氧速度也很快喔 所以他也是蠻適合打這個肉馬開局 或是打這個裝甲開局 那不列電人呢 他的工兵呢 射程是有西面最遠的文明的 但是只有步工兵喔 馬工是沒有的 所以他步兵工兵呢 是比較主力 但是他的主力呢 但是卻沒有弩制環 所以大部分情況 還是要透過自己的操作 去做對應的喔 那不列電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適合 工兵配上步兵 像這個槍兵路線 那後期呢 再轉一些肉馬 去打這個對方的戰毛兵 或是直接轉中型投石車喔 因為他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轉中頭工程工程師 也可以獲得很好的反制戰毛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現在這個地圖看起來 HERA是前方有黃金 右邊有黃金 那這個黃金位置看起來還不錯 有個在正後方 但是這個後方位置呢 算是有點偏外側 所以如果要圍好的話 還是要這樣子圍下 會比較好 那後方資源呢也不錯 還有快默契在後方 火之部分也在後面 黃劍在裡面 當地圖喔 也可以說是HERA有點抽到天圖的感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的黃金呢 是在前面 兩個都在前面 哇 MBL這邊黃金位置非常非常差喔 兩個附近都在前面的位置 而且木頭也沒像HERA這邊這麼的扎實 都是三片木區 那HERA這邊是木區 兩個疊在一起 好 那哥德人呢 他的織布技術是可以一秒研發好的 但是也需要花費50黃金 那MBL這邊已經開始挖黃金 有可能是要打步兵嗎 或者是要來打這個工兵開局 因為提早挖黃金是一個很不自然的現象 因為這個100木頭是選擇了採礦 而不是選擇了下魔法 這是開局的一個細節 那通常來說都是會開魔法 去吃這個莓果 去打這個肉碼開局 那如果來挖黃金的話 通常都是要打工兵的 那HERA這邊是確實打工兵開 MBL這邊是選擇了20匹 上風箭時代 上的時間稍微慢了一些 但是經濟會好一些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MBL 資源已經反超對手 但是HERA這邊呢 有這個織布技術研發 所以村民術會在掃一村 所以可以看到哥德倫在前期的經濟 村民術是會領先對手的 這村被拿下 哇 蓋房子的村被抓掉 HERA這邊有點大意了 資本技術偷了一下 結果被抓掉了一村 工兵已經出門 現在這裡要補一個兵工廠 這根本是比馬 兵工廠早就已經補了嗎 兵工廠在哪 HERA的兵工廠 他兵工廠在那裡 你怎麼沒看到 習慣了 好 工兵進來看到這一波 走進來直接硬上 村民直接回頭直接爆打肉馬 後方的毛兵直接射掉 後方一隻奴兵 但是工兵直接射倒了一隻村民 哇 村民直接被換掉了一隻 哇 這一波打起來有點 算是小賺嗎 我覺得算是不虧 有換到村民都是不虧的 而且也讓這邊村民 去打肉馬的關係 也沒有採到資源 好 我們終於找到他的兵工廠 在這裡 通常兵工廠我都會習慣 拿去蓋當作圍牆用 沒想到這個兵工廠很早就下 OK 那有兵工廠 現在轉肉馬 打這個兵應該沒問題 現在換MBL這邊工兵開局了 那現在世紀帝國2的步兵文明 通常封建時代 也是會打肉馬跟工兵開局 毛兵阿槍毛阿肉馬開 都是比較多的 步兵開局的文明 這個打法其實很少見 因為畢竟假如這方一工兵開局 你的步兵就沒有優勢了 而且也沒有機動上的主動權 所以這算是世紀帝國的一個很大問題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個問題 好 這邊 MBL直接拉村民去扁工兵 結果死了兩村 哇 村民處死的有點多 MBL直接被殺到七村起跳 這三隻工兵還在射 好 MBL家裡這坨工兵還在局勢想要控制 但是控控控到自己頭破起流 雖然控制入果子 但是村民直接開局死八村 那這場對局呢 使哥德仁對上不列電阿 這也算是一個始祖文明的對決 那哥德仁大家都知道我哥德衛隊 打工兵非常好用 遠防高 而且打工兵有外增傷效果 所以HERA這邊算是有點被哥德仁克制到 但是其實HERA這邊也有反制方法 自己只要轉出劍兵勇士也是能打定的 雖然價格上打不贏對手 不然不是也可以轉肉嗎 母號之類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HERA到底要怎麼用 福利點這個文明打贏MBL 現在看起來HERA現在只要穩穩打 就已經會贏了 因為自己的村民處已經領先對手非常多了 領先山村 好工兵這邊在上高地反擊 但是洛馬還在 洛馬這邊要先上高地再往前會比較好 好上了高地 繼續追 這一頭毛病繼續回頭反殺兩隻工兵 剩下一隻工兵再 等再換掉一隻工兵就很ok 哇就點到了毛兵 欸工兵毛兵都點掉 最後號MBL點下城堡次代 這隻毛兵還在按 現在HERA上面時代上面升了慢了一點點 MBL 村民處雖然落後很多 但是時代上是領先了 這裡直接轉了雙射箭場 這個很有可能是要轉馬功嗎 欸補了一個馬就 補了一個馬就 通常就是 要轉騎士 不然就是要點品種 分動技術 好這裡先直接上一個戰毛兵 那應該騎士會補了一隻喔 這裡補一隻騎士會給對方的毛兵壓力非常大 而且打對方落馬也會很好的效果 初期按幾個騎士喔 對於自己的前壓壓力會給這手非常大 好那現在MBL有時代上的升級優勢 HERA趕快拉10強 到後面這個洞還是沒有補起來喔 這個洞非常巨大 HERA這邊去看一下後面有沒有洞 好看起來是沒洞 但是已經從進來了 這裡待會一上城堡時代要趕快補一下 工程器製造所 哇這一隻村民要被砍死 一刀拿下 OK 之後HERA是稍微被壓制了回去 結果現在兩隻村民也被殺掉 哇靠 這戰毛兵數量有點多啊 這毛兵有二級射 打村民也很痛 OK升到城堡時代 先按了一隻騎士 那這個騎士沒有騎兵鎧甲 還是有點薄弱的喔 先趕快剩下二級的騎兵鎧甲 OK 那現在戰毛兵的傷害是3加 3加2 5點傷害 所以如果有二級馬鎧的話 騎士就變4點防禦力 所以怎麼打都是會是一滴血 所以這邊不管是要轉投石車 或是要轉騎士喔 都是可以的 但騎士的話 需要升級二級馬鎧才行啊 那HERA這邊農田比較多喔 所以直接轉騎士喔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現在 這邊怎麼有個洞沒有補起來呢 欸 怪怪的 現在被前後開弄 MBL 這邊也是3TC開弄 但是騎士這邊抓到 挖木頭的村民 討傷 那還好MBL 沒有點義機攻的關係 所以想砍村民需要5刀 推 這波讓HERA收村就是轉 HERA這邊再回頭趕快繼續伐木 現在後方騎士直接死光 後面的4隻騎士 直接突破重圍 開始抓掉這些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血虧 MBL 這波有點小轉 但是主力部隊被殲滅就有點虧 就追騎士 好 正面部分 繼續出騎士 但騎士的部分 沒有打算升二級 騎兵鎧甲 在MBL這邊遇到這個 不列典 騎士打法的時候 可以考慮喔 直接上個 重裝長槍兵 跟森旅 防守 然後配個工程器 轉這個森頭 也是可以考慮了 各的人打法 並不是這麼的局限喔 只能打這個 騎士 或者是步兵 他也是有這個森頭戰術可以選擇 好 那現在的情況對於森頭戰術來說 還不是那麼的好成型 越來越需要大量的槍兵喔 才有可能擋住 那現在MBL是 但是只想要用森旅擋一下 好森旅在上面 稍微守一下 HERA看到 MBL有森旅 直接展出了輕奇兵 看起來這波 MBL是有點賺到的 分明數已經開始反超HERA了 HERA經濟數是 比MBL稍微差了一些了 大概差1000資源 好現在3TC 開始濃起來 MBL 家裡現在是轉出了槍兵 開始慢慢按了 好點下了神聖思想 那要不要剩下重裝呢 還是要補個軍營呢 現在產能上其實不夠 如果HERA這邊再繼續爆騎士的話 可能會一波帶走 而且輕奇兵數量越越多了 好 這裡的工兵槍兵 稍微騷擾一下 好這邊要看咯 先騎兵過來招搶 但是有抗招搶的效果 不會被刀走 這邊直接補了一個TC 但是HERA直接蓋寶 好這邊看到你TC取消 我承寶已取消 繼續往前推 能多身差就多身差 OK現在MBL明顯軍力不夠 HERA這邊軍事夠 一定要配著寶吹前壓才行 不然經濟灰質落後於對手 但這根寶就算真的成形 也不是這麼的傷 也沒有碰到任何的資源 只有這塊已經被控了 好直接往前還是遭到了騎士 之後騎士是被招掉了兩隻 但是城堡已經蓋好 MBL已經沒有主戰場的優勢 這些騎士看能不能往對方家裡送 或是在野外開始防守 那家裡要趕快產出更多的騎士才行 好生旅部分也要再按嘛 感覺在按生旅的話 還是會被清洗兵吃掉 現在要守住的話 最好就是趕快收村 好這張拿死 好騎士果然回舊 這裡補了一個城的東西 直接開農 反正這個木頭很便宜 加個100石頭 就有可以產村民的地方 而且還有可以讓村民躲的地方 好 這補了一點在野外開TC喔 其實很划算 好 那現在MBL點下了品種和移攻 決定是要走騎士路線 那HERA這邊點下城堡之後 按了三隻四隻長攻 開始要慢慢續起攻兵來 MBL這邊補下了更衝技術一攻 開始把騎兵的路線開始補好補滿 好MBL點下了城堡 這一波騎士會衝 請教住這根堡 長攻在後面 無情輸出村民 村民想要收村 結果被清洗兵擋住了去路 收村不了 三隻村民在這邊走 想要走進去 殘血活 還是進去了 後面11隻騎士 努力防守 這根城堡很難蓋 那為什麼MBL要蓋這根城堡呢 是因為不想要讓HERA挖自己的黃金 這是MBL的附金喔 但是長攻現在在這裡 蓋寶有點蓋到頭破血流 HERA已經遇見了 你待會會插寶 控我這個黃金 但是我只要出長攻 你就不能蓋寶 HERA這邊還是 是 最高一籌 好 兩隻聖女招牆 招到兩隻騎士 可是MBL已經不管了 上前就是一頓輸出 打掉了兩隻聖女 後面聖女也出來招牆了一隻騎士 這根城堡蓋到了97% 還在蓋 這根城堡蓋起來 MBL最後是把城堡蓋好 但是HERA又在各邊的高地 補下一根新的城堡 這邊可以考慮直接收村 然後直接試掉城堡 或是直接後面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產衝車開頂 或是這個距離呢 可以考慮按自爆兵 這個炸藥桶 去炸他看 我距離應該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還是有點風險在就是 好 MBL這邊點下定用時代 兩邊打的是非常兇啊 HERA現在有正面的優勢 但是MBL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待會直接兩根城堡巨頭開產 好 但是兩邊電用時間只差了30秒而已 這把也並不是這麼的落後 好 這個騎士有點進入了射程 有彈道水的關係 騎士血量掉的很快 好 兩邊進入了休戰期 HERA點下了二級伐木 HERA一直在進攻 也確實殺掉了MBL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資源上還是落後的 這個沒點二級伐木真的有點虧啊 好 MBL點下了手推測 現在兩邊帝王時代 很快就要 升級上去了 剩下一秒鐘 OK 巨頭趕快按 欸 這邊是產了一些哥倫衛隊喔 開始有點想要轉 哥位 哥倫衛隊現在二級的步兵鎧甲還沒有提升 HERA這邊在努力 又補了一根城堡 三堡 這個我都稱為三柱箱 哈哈 三柱箱策略 非常有用 OK 歡迎展了一些重裝長槍兵 防守一下騷擾的騎兵們 HERA這邊點下了三級色 巨頭開拆 好 現在 弓兵入蟹 增結了三級色 化學 待會還要找個機會補 上防著騎兵直接被草民吃光 MBL 而且步兵鎧甲也點下了 現在巨頭數量是一切喔 可是巨頭數量越多 誰就能拿下這一波的正面交戰 但是 哥德的 MBL 的 哥德威隊 出去時間好像有點早 但沒有關係 後面的槍兵也來了 這波槍兵無前往前縮 直接收掉了一台巨頭 後面的哥德威隊 直接原地反擊 但是這邊清晰兵雖然有點多 HERA這邊的正面清晰兵 直接突破了槍兵的防線 後方長空努力輸出 加上城堡 直接打爆了哥德人的 哥德威隊還有重裝長槍兵 MBL這邊的巨頭雖然來到五台 城堡一動一動的拆 但自己的城堡也是一動中被拆掉 而且現在自己的城堡沒有彈道學 所以現在城堡射的有點歪 DPS並拉到最滿 所以還是有少量清晰兵突破到了後方 最後抓掉了一台巨型偷襲 HERA這邊三根城堡 只剩下移動了 移動城堡 這個能夠拿下來的話 對於NBA來說是有很大機會可以逆轉 HERA現在用長空趕快去抓一些村民 現在自己有長空的射程優勢 劍宇在高階瘋狂齊發 有彈道學射得非常準 最後三根堡都並拿下 第四根堡補在了後方 想要穩定有長空的才能 HERA這邊轉出了重裝騎士 MBL這邊要打贏長空兵的話 最好是轉戰矛 不然就是轉哥德威隊 現在剪下了無政府狀態 應該就是要轉哥德威隊了 城堡在被拆掉之餘 之前已經提升好了 無政府狀態 穩了 這樣就有哥德威隊可以產生了 那現在MBL只要大量產生哥德威隊 基本上這一坨長空應該是直拿久穩 長空還在努力輸出 這邊長空已經擊殺到了35隻單位 哥德威隊已經出門 大方的少量生女過來直接 繞路 結果槍名在後面想要直接來抓巨頭 槍名在後面有點跟不太上 哥德威隊在前面 開始攻擊前方的長空兵 長空兵數量開始慢慢變少 黑威拉後面的輕奇兵直接突破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去打巨頭 是反正回頭打了重裝長槍兵 後面的輕奇兵直接被槍兵出到頭破血了 前方的長空兵數量也只剩下少量的 不到十字的數量 現在哥德威隊已經突破了 黑威拉的防線 但黑威拉這邊已經早就轉出了 重裝騎兵 重裝騎兵 現在要遇到的是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重裝長槍兵 現在數量不是很夠 現在黑威拉的資格量是比較多的 現在MBL直接捨撐 這樣100吋了 這個100吋差距30吋的經濟 好像有點慘烈 雖然步兵折扣非常多 但是後面經濟已經炸裂 感覺MBL隨時都會被打倒 後面長空還在輸出 MBL打出了劇局 我們恭喜黑威拉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黑威拉還是轉出了騎士 沒有轉這個劍兵勇士 是轉這個騎兵 不列典人他的三攻三防 這算是讓不列典人算是一個全能型的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所以後面轉兵也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MBL我覺得已經打得很漂亮了 那一坨哥德威隊出去 讓這些長攻數量已經降低了很多了 所以MBL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經濟可能沒有顧好 二級農田沒有點 所以這個農田吃的太快 自己安全木區其實也不是那麼多 這個伐木只要一伐完 自己木頭燒太快 二級龍沒點 可能就會直接炸裂了 這也算是MBL這邊地圖的一個小小缺點 可以看到這邊地圖完全沒有木頭了 只剩下這一片 要出去伐木的話 一定要到下面 或者是到中間這個位置非常危險 上面已經被控制住了 所以沒有辦法 甚至上面也沒有這個木頭 也要擾到非常遠的地方才行 只能說MBL有點被是地形殺的感覺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下 自由上勝利 贏了大約6000左右的資源 而且五勝物也是Hera拿下的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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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